首相安华宣布 所有的高速公路将在1月20日 及21日豁免过路费 拉斐兹提三大方案 以解决1.5兆国债 扎夫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与爱立信集团和微软等跨国公司会谈 对话内容包括探讨大马的潜在机会 法瓦兹为社媒贴文道歉 并表示无意伤害任何一方情感 观众朋友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3年1月18日的东方大马头条 我是安琪 首相拿督私底安华宣布 适逢农历新年佳节 所有的高速公路将在1月20日及21日豁免过路费 他说这是工程部长 交通部长与大道公司所达成的协议 在农历新年前两天免除大道过路费 随着首相拿督私底安华 指国债突破15000亿令吉后 经济事务部长拉斐之提出 我国可通过三大方案解决国债问题 他所提出的三大方案 包括解决国家采购系统的披露 扩大国家税收 以及改善我国服务及高价值 以增加人民的收入 首相安华也提到 我国可从政府采购系统中的漏洞 省下110令吉 通过重新分配和优先考虑国家支出 加强财政状况 然而拉斐之认为 仅靠这种方法是不够的 因此需要扩大国家税收 拉斐之也指出 政府也应立即重组 并升级国家经济政策 从而改善我国服务及提高公司价值 国际贸易级工业部长东姑扎夫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与爱立信集团和微软等跨国公司举行双边会议 东姑扎夫表示迄今为止的双边会议期间 对话内容是探讨在大马的机会 他透露对话也谈及这些公司扩大他们在大马的业务和增加投资的潜力 东姑扎夫指出大马公司也在向海外扩张 而这些跨国公司可助他们一臂之力 伊斯兰党巴东普国会议员莫哈默法瓦兹 为一则上载至奇面指书 此义教徒企图打倒伊斯兰教的贴文道歉 有关贴文是指 在可兰经理未记载及提醒穆斯林 义教徒无意来巩固你的宗教 而是将你的宗教达到 该贴文是由奇面指书专业的管理人上载 他解释此贴文无意伤害任何一方或族群的情感 无论如何他慎重为此疏忽及失误而道歉 不过此贴文后来被删除 已经无法再查找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内大小事 我们待会见